美国空军大概现在要慢慢 就是AI化 无人机化 那现在因为美国的 这个F-16是主力战机 但是现在它已经慢慢转移到F-35 逆中战机了 那逆中战机一直在出产 量慢慢变多 飞行员就是那么多 那怎么办 那就把这老批号的F-16 把它我们讲装上人工智慧 变成自主飞行 那以前的时候 在第一代的时候 自主飞行就是我们讲到的 这自动驾驶 它是就是转弯平飞上升下降 就是固定的 但是现在的AI的自主飞行 它是会有动作的 按照威学的状况 任务的赋予到达哪一个点 IP点 IP1 IP2 IP3 然后要进行哪些科目 然后什么时候 该任务执行 执行什么任务 就是对海上的目标做攻击 还对空中的目标做攻击 还是做对地的打击 完毕之后 再按照指令回航 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了 以前是在空中的时候 那个叫做半自动飞行 半自动驾驶 现在就变成全自动驾驶了 然后这个空军部长 他是坐了双座机 他坐在后座 那前面有一个飞行官 带着他 然后感应一下 交给AI 然后人在上面监控 就他变成自动驾驶 然后旁边去感受他的这个 就变成自动控制 现在你知道车都自驾了 车辆自驾 你看那个方向盘还会动 但人不要去动 他到哪个地方 他会看红绿灯 他会按照这个 我们知道的 这个道路线来行进 然后跟前车保持距离 他现在把它应用在飞机上 那应用飞机上 要多快的速度 然后进行什么科目 然后什么武器 什么武器 然后瞄准什么地方 然后发射什么飞弹 然后什么时候再怎么脱离 然后再反降 然后滑到他的机库机堡 变成这个样 那将来的话 这些以后 这些老批号的F16 都会变成AI化 那就类似像中共的这个殲6 殲6还有殲7 那这个既然太除了 都好好的 你把它报废了 把它拆除了 不如把它装上自动 我们讲自动驾驶 或者是AI的机座弄上去 它都变成一个无人的 那甚至这个东西 就算是哪一天 去吸引人家的地对空飞弹 爱国者飞弹 或者天空飞弹去拦截 那也是消耗敌人的 一颗地对空的防空飞弹 变成这样子 我消耗别的动力 这个弹药 我如果没有这样去做的话 别人的这个防空飞弹 打的是真飞机 打的是高价的目标 那我拿这个低价的 那个对方的防空飞弹 打的是低价目标 消耗他的防空战力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美国慢慢的 跟那个车辆的驾驶一样 变成在战机上面 尤其是要太除了战机 把它变成无人计划 那将来有没有可能变成A-10 雷艇攻击机 是不是也要无人计划 也有可能 因为他的A-10准备要太除了 那准备要太除 它是攻击机 对地攻击的 也可以变成无人计划 无人计划变成AI化 把AI装上去 就变成无人计划 然后现在海军的 也无人计划上去 因为中共的航母 福建舰 它有 我们叫做 它是电子弹射 现在攻击11 它就是电子弹射起来 也可以回收 那现在 那这样子美国一看 因为美国停顿了 那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赶上了 要应用到福建 上航空母舰 美国一看这样子 中共在这个无人计的上面 技术要突破了 所以它也效法 中国大陆 也要在航空母舰 起降无人计划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他们所采取的是 限定战略 就是把战场 限定在乌克兰 那这个包含德国 德国要在立陶宛成立一个重装旅 这个我们讲这150个是先遣部队 先遣部队把后勤 银色 还有它的场地把它规划出来 所以先遣部队先到立陶宛 将来乌克兰战争都会有 我看今年年底就有打完了 都有可能告一段落了 那换句话说 紧接着这立陶宛 波南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这一线还有匈牙利这一线 那就要防盗 那战场是限定在乌克兰 乌克兰告一段落之后 我们防盗这一线就可以了嘛 乌克兰换句话说 那就另外一回事情了 所以现在德国这方面部署是 我们知道 它只是一个先头部队 先遣部队先过去 是这样子 这个重装旅还没有成立 那总要我们知道要先勘察 各种的设施 武器装备存储的地点 油料库在什么地方 相关的后勤设施要怎么样去部件 这个时候来做 我们看到法国 那法国派说要派两千个 我认为只是说说 聊胜于无 因为法国 法国是有人是不是行政长 有 那是法国的国际志愿军 退伍的军人 在亚述钢铁厂 马力波的亚述钢铁厂 有法国的雇佣兵 参加了亚述钢铁厂那个地方 那时候确实有一些伤亡 那一些伤亡的话 那现在要派这两千个 那只是说说 可能本来想法是说 这两千个进去 然后他们如果伤亡 把这亚述钢铁厂的国际的 雇佣兵的法国的佣兵 把他们这些阵亡的 给他的国家连辅恤 他们现在 法国对这些雇佣兵 因为他们志愿参战的 那他们的伤亡 法国政府一毛钱都不拿 因为这是你们退伍 你们自己要过去的 但是如果这两千人 如果过去 有任何伤亡的话 他们就顺便搭个黄鱼 顺便就把它一起来做捷报 本来是想要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新闻就这样爆开了 那像我们知道 那像法国一看爆开 就见光死了 那这个就不要动 这个就不要动 因为两千的部队调动 新闻媒体一定会知道 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隐藏的 你说是二十个 两百个可以隐藏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化枕为零 那两千个你要化枕为零 不可能 媒体一定会报道 那问题是 他们把这个法国的部队 送到乌克兰 结果被俄罗斯所摧毁 那会造成 法国的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为什么 不是为法国打仗 是为了乌克兰打仗 而且乌克兰 并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 不是 没有这种责任跟义务 去帮乌克兰 所以马克风 他这个只是一个风声 并没有真正要去做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看整个来龙去脉 他们整个的北大西洋公约 就是限定战略在乌克兰 但是我们看乌克兰状况是不利 因为为什么 大家的武器火力要给他 有一顿没一顿的 你知道每次那个 我们都知道 泽伦斯基过一阵子就叫穷 过一阵子就叫赶快给 就不够不够 并且俄罗斯他是 国防工业潜力非常大 以前在冷战时代 谁能够跟美国分庭抗礼 就是俄罗斯 所以我们知道 俄罗斯跟美国分庭抗礼 他对付乌克兰游刃有余 对日本在这方面 日本其实他的从军 不热衷 日本其实是反战的 你看日本的宪法第九条 就是非战宪法 就多数的民意现在 对 他是专守防卫 他这个宪法规定得 非常的清楚 所以现有民意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参其他人的事情 他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 过他自己的日子 但是日本现在 他现在这方面比较积极 跟美国之间有关系 跟美国之间的互动 我们看到他在菲律宾 不是日本来参一咖 也援赠菲律宾的对空搜索雷达 还有对海搜索雷达 也包括大型的这个巡防炮舰 都给送给菲律宾免费 就是军援给他 就是免费的 那这样子 那换句话日本他现在 日本政府他现在做的是 远端牵制战略 他这样你在南海牵制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会 他比你重点 所以毕竟会转移到南海 那对日本来讲我就比较安全一些 远端牵制嘛 那放在台海 哎呦 这个中国大陆 他要这个对日本这方面的牵制 或威胁就会降低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会被夺利分 又是南海又是台海 还有中印边界 日本人讲话 支持印度 对藏南地区 这个争议的地带的主权伸索 结果日本是越管越管到南海去了 韩国也表态 表达了对南海的关切 结果现在是解放军就在现在 一直持续到14号还在渤海 在演习 对 这个就是日本的远端牵制战略 其他地方 共军就把那个宝压过去 压过去压过去的时候 对日本来讲 我觉得相对的比较安全 因为他抽掉兵力了 对中共 中东倍多利分 就没有办法聚焦在东海 聚焦在钓鱼台 聚焦到日本 所以远端牵制战略 他有这么方面考量 然后有些人 他也不能国对国 要透过美国 所以美日飞 美日飞澳 他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在4月8号到4月19号的 我们讲到雷亦婷对抗演习 这是美国跟菲律宾而已 但是日本派观察员 然后4月22号到5月8号 是美飞日澳 肩并肩演习 这是肩并肩的话 去年那是一万七千六百多人 今年我判断也要最少是一万六到一万七千 今年最少 然后再包含了在北边的吕宋岛 南边的明达纳尔都有 你看他演习间 北到吕宋 南到明达纳尔 几乎菲律宾全军都有 那换句话说 那日本刚好顺着美国挂进去 所以日本在去年的时候 肩并肩日本是观察员 今年日本参加 这换句话就要提升了 积极了 可是将军那您刚刚讲到菲律宾 那我就问现在其实你看美军印太司令在讲了 很担忧仁爱礁发生的事情 所以解放军是在 怎么样是在做危险非法的行为 但问题是你今天你美军 你要在仁爱礁附近要怎么样 怎么样去牵制解放军吗 来保护菲律宾吗 美非要协防吗 所以解放军要喷水的时候 美军要干嘛呢 我认为美军他只能强调两个 第一个航行自由 航行自由 他这个一直讲他航行自由 然后这个海洋是开放的 是这样 但我认为他们说 因为1951年签的美非共同协防条约 讲到的是武装冲突的时候 这个美国会站在菲律宾这一边 那现在讲到说包含仁爱礁 但我认为这稍微牵强 我认为他不会为那个小岛 跟中共大动干戈 但是他要给菲律宾底气 就跟当初跟乌克兰 美国也给乌克兰底气 然后让你去打 那美国在后面做B3块 然后再盘算 要怎么样的参与 然后要跟中国大陆 要怎么样的筹码来互相交换 是这个样子了 那换句话说 美国在后面做操盘 那这样的话 菲律宾又送到前线去 有点像乌克兰一样 被送到前线去 那变成这样 那菲律宾就变成乌克兰的 跟乌克兰一样 变成一个棋子 我认为不会为了黄岩岛 不会为了仁爱礁 或者是铁线礁也好 鲜鹅礁或九张群岛 这几个小礁在那边大动干戈 美国不会这样做 但是美国会 因为这个样子 造成这方面的紧张 菲律宾的话 是不是国防预算要增加 这一次的话 11号的在这个峰会 美国还有日本 菲律宾在华府的峰会 你是不是要开个清单 你要买这些 过手的战机要不要买 你的潜见 是不是要帮你计划计划了 那你的国防预算 是不是要多一点 美国就可以开始数钞票 其实是这样子 美国是这样子了 菲律宾慢慢 当然就是说帮美国赚钱 就这个样子 然后帮美国赚钱之后 还要一个帮美国看家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